这个的话不要用手腕往上翻 这样子去摩擦 手腕一直是由后往前的 你看我在弹的时候 我用身体去支插弧线 低的球身体低一点再起来 它就有弧线了 高的球把拍子提起来 直接往前弹 平的球也是一样 只要低的球就要下去 这个拍面它是近似于90度的 这样子就可以 你不要是这样子去反交的拍面去打 小碎步要跟我跑快点 小碎步 动作一定要小要快 小快不法到位是关键 看着就各种各种位置的球 打实一点 对 你看这种低的 如果是低的就身体下去一点 对 你看 低的转的就身体就 顺着这个球下来一点 那高的就把拍子提起来 就直接弹就可以 走 步伐到位 不要去摩擦它球 不要去摩擦它球 用身体去控制弧线 不能摩擦的 漂亮 对 动作尽量的小 你看动作尽量的小 发力尽量的集中一点 不要有这种大的动作 一啪就出去了 啪就出去 集中 漂亮啊 过来一点 弹着 上圈 上圈 对 小手部要跑起来 对了 上 注意 这两边的上部 你注意 你看 如果说是 球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 左脚上去 球如果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脚过来就弹起来了 然后的话 这个手腕 你看 这个手腕 这手腕 它是这样子走的 而不是这样子走的 一定是这样子去走的 棒就出去了 走的时候 尽量小动作 对 来 走 走 好的 走 很好啊 好 关注我 学习更多的乒乓球知识